歡迎收看 阿烏朗沙2022 第二屆季冠軍爭霸戰 歡迎1號李懿 2號咪娃 3號季甫 4號季晴 愛你啊 季晴 季晴 5號 6號小凡 7號 公研修 8號雨婷 9號孫慶樂 10號范江彥峰 好的 最次獲得季冠軍的玩家 可以獲得由FUJI提供的 美型運動愛奇蹟 以及由美國BISO必勝提供的 直立手持二合一無限吸塵器 還有由瑞典品牌GOLDEN CONCEPT 提供的頂級萬表殼 最後呢還有由我們香水香氛專家 喜哈諾提供的白芝茶香氛擴香組 還有這次以前的觀眾朋友 你們也會有機會得到獎品喔 在季冠軍搶身之前 到我們100的官網參加預測活動 預測正確的話 你就有機會獲得由FUJI提供的 日式按摩槍 想要講一下今天是我們季冠軍的第二場 所以這集結束之後我們12位選手 會再投出1到2位的 你覺得心目中的MVP人選 加總上一局的票數 最多票的那位就是本屆的季冠軍囉 沒錯 那接下來呢 第二場要玩那就是 黑狼王跟魔術師的警長局 那狼人的配置呢 有一隻黑狼王自爆 是不能帶人的喔 跟三隻小狼 那狼呢是隨時可以自爆的 好的 好人之間有 一人家女巫獵人跟魔術師 魔術師每晚可以交換兩名號碼 換過的就不能再換了 發生的事情只發生在夜裡 那狼隊可以隨時翻牌自爆 女巫全程不自救 雙暴吞緊歸 沒有問題就請確認 先發牌 抽牌的一個環節 確認抽牌的環節 來囉 來囉 抽牌完了我想要整個 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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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第一人 敬威宇 幹嘛 忘了我洗 你們家三個 我媽叫謝輝宇 現在全部關掉 你爸叫媽媽叫謝輝宇 幹嘛啦 對 好啦 沒有問題 我們就來確認角色 準備 什麼意思 舉手 三個懶腰 懶腰啊 天黑 是鮑魚的 現在開始尽 best 更加要保證人 是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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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收警長證件發表順序 1號發表證件 我先發表證件是不是 我來看一下誰會起跳 我覺得 我覺得9號會起跳 我抿牌的時候我是抿9號 我覺得9號的掛下在我這邊 我覺得沒有到很好 然後8跟6我沒有特別的抿 然後還有我跟12號對抗 然後12號就是笑得有一點點尾尬 但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來看一下對跳的話 我覺得有可能是 因為我覺得8號 可能只是不想要投票 所以上來站站位置 就這樣子 我就是聽一下後面 然後警下決定站邊過 4號玩家發言 5號探紗 妳是6號 妳是6號 對不起 我的心情 有點受影響 我是6號人家 5號探紗 為什麼厭武呢 其實我剛剛開牌的時候 我就從這邊先看 念過去 然後看過去 每一個人其實表情 都還滿嚴肅的 然後因為這是機關軍賽 所以我覺得 我不要再信名牌了 然後我就想說我的身邊上下選驗 所以驗了我右邊這張 然後看到上帝給我 是一張插紗牌 那我先講一下 前序1號牌起身 對後座會點評說 覺得是69想跳 然後他有點出他的名牌 我覺得還行 景上的發言我覺得還行 就是講出了他想看的 69號的起跳 有可能69有起跳 然後也講出8號牌 可能只是想要景上站邊 不想投票 這也是我剛剛跟8號牌 有對言對到的 因為8號牌 我特別起身 等到1號講完之後 我看一下89兩張牌 8號給我的表情是 這樣子 就是有點偏輕鬆 就像是一張 不想要站別人的牌 想要上來趕快來 趕快過 就是想要講一下他的表水 我覺得9號牌 真有可能是那一張漢跳牌 那我想一下 我想要驗景象 因為我剛剛過去的時候 我有看到 最後一刻我跟4號有對言 然後我覺得他很認真地 在看大家 我想驗一下 4號牌 因為就是衝著配置 如果它是一張好人牌的話 我離世了之後 他還可以好好的做事情 所以我想先留一張4號牌 後來我就想要留10號牌 因為10號牌 是我一個不熟悉的牌 所以我先4 後10 然後後面看9號牌 你有沒有要跳 9號牌如果你看跳牌 你要跳或是你等一下 直接退水 我就先籠你 先籠你放第二警惠了 那如果你跳的話 你就是我和你跳牌 然後全票出9 我一定要要警惠 才是強勢要警惠喔 小帆 不好意思 我是真語言家 然後昨天晚上驗了2號牌 那為什麼會選擇 2號牌是 那為什麼會選擇 2號牌原因是因為 咪娃他就是 人狼狀態太統一 因為其實今天季冠軍這個局 每一個玩家都非常厲害 那我就是覺得說 我就先往那些狀態真的 比較不熟悉的人驗 所以我去驗2 但很抱歉 冥王是叉沙牌這樣子 那我覺得 我現在是有點覺得6號 先聊1號好了 因為1號 你警察沒有什麼太多操作 我覺得還好 只有你一直覺得是6、9對跳這件事 把我放在一個 只是不想要投票的 我覺得有點奇怪 可是 還是算偏好 那我覺得5號牌 我會有一點點 微容錯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如果是小凡 小凡你如果抽預言家 然後 你敢 你敢 如果痘痘是好人 然後你是狼 然後痘是好人 你敢發他叉沙嗎 因為痘痘可能也有飆水 然後你直接掰 所以我覺得 滿有可能作為隊友的 就是 就是我的 我是因為這個原因去 5號會去入到我的視野 那再來是 我覺得9號牌還滿偏好 是因為6一直強打9號牌 他可能在他的視角中 他認為9號牌是他的 對跳 所以呢 9號牌可能在我這裡就是好人 那所以我的警惠流 想要雙壓緊下 然後我第一警惠流 想要流這張5號牌 對 然後第二張警惠流 我要流6號牌的 第二個警惠流10號牌 對 那我是真語言家 那9號你應該只是 沒有要幹嘛吧 等一下 然後我一個警惠流先 先什麼 先5號10 先5號10 過 我這樣聽起來比較想賺8號 我覺得8號比較像 首先是6號一開始有那個 口誤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跟他平常 跳預言家的樣子不太像 就是好像比較稍微緊張一點 那當然今天寄關係 然後再來是我有看 2號跟5號被發茶沙的表情 我覺得5號稍微自然一點 就是5號感覺被發茶沙 感覺跟6號是不認識的 並且6號在警惠流 沒有去聊這張8號牌 可是8號有去聊到5號牌 有沒有可能做人身分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8號 盤的比較全面 反正我覺得蠻有趣的雙沙沙嘛 那就也聽聽2號跟5號的表情 這樣子 但我警惠流的話 我會比較想要站8號 我退水 要退水就把家家清除一下 請大家進行投票 3 2 2 1 請投票 8號 登選請選擇 登附著彈結果 登附著彈結果 1號 請發表的名顏 誰名我 就是12號跟9在那邊名我啊 我就在那邊選毒 你知道 我就是女巫牌 我這種手刀 我來聊一下 你其實請 我先講一下我那個站邊好了 12號因為你名我 你知道 我想說 我只能讀一些名我的人 可是我覺得妳是狼 妳應該是狼 然後如果是6 8的話 其實在6號發言的時候 我覺得他雖然偏緊張 可是如果要6 8站的時候 我覺得我會比較站6號 所以我覺得8號有句話我過不去 他說6號你如果抽一員家 你敢發五茶沙嗎 我覺得 所以在我這邊的話我可能 然後再看他票型 底下 因為好 9號在那邊 如果先不把他盤為狼的話 那底下幾乎 因為全票都是上給8號的 只有2號跟 只有2號一個人沒有上給8號 那你說頂下的狼會不衝嗎 我覺得光看票型的話 我覺得應該站6號邊 我自己的發言 你可以不要參考就這樣子 井上就兩個 兩個女人家對跳 然後一張9號 你狼人全部去道工嗎 我覺得有點不太可能 所以如果看票型 我個人會想要站6號邊 那如果是戀在6號邊 5號就是茶沙牌 那12號你就跟我一起 我們去聊天 我有零食 就這樣子過 女巫牌 送手刀 我覺得9號也怪 我先講一下 因為9號跟12號真的大名我 而且他井上是想要站8號邊 他雖然說不號票 可是我覺得他還是有小小號一點 全部人都有看啊 你就在我正對面幫我名你 不名誰啊 我是戀人牌喔 所以七月那已經出來了 你們要求寄回 誰要多難看 兩次從臉倒鼻的誰 沒有鼻子 我還不知道我做什麼事 不名 你們說我乖 我名牌就被賭 我名牌很爛 我根本看不出來 你是不是女無牌 好 我今天好像 因為反正我都被毒死了 我今天講到什麼 我站8號邊 原因是因為 8號邊有排5 6 有打格局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8號邊盤得比 6號邊全滅 所以我投8號邊的原因是這樣 那你一個女無牌 你這邊說什麼 我覺得什麼警察 因為我覺得8號剛剛聊 非常好站邊啊 因為5號 6號那個緊張成那樣 我覺得6跟8 我覺得8很明顯是真語 所以我覺得狼應該是 反正我就獵人牌 現在就剩魔術師請多好 不要拍身分 然後運人家 魔術師你們自己 記得要留魔術師聊 OK 戀人跟女無牌 我先告退 這個金冠軍我存在感好爹 好爹 誰跟朋友沒有 我們壓我的人 我很抱歉 我被稱罪了 三件 好可愛 他打來吧 從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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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長決定請左 警右 右 7號 7號 開始翻譯 7號 不是你的茶沙嗎 1 2 3 4 5 1 2 3 4 5 6 算錯了 好 我先發言 在他警這邊的之前 我是站8邊的 因為小凡的警徽 我現在有點不親 因為他這個發麥的順序 我現在有點不確定 那我等一下想要聽一下 5號的發言 那我前面沒有站到 5號別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警徽 有壓 4 壓10 他覺得4可以帶對 如果他是好人的話 可是10號是你那個 不熟悉的人 在如果我是一個真語言家的話 我覺得你會想要先默清楚 10號是不是那張好人牌 因為你比較不熟悉他的狀態 你不熟悉他的狀態 你就沒辦法聽說 他的人狼的發言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發言有點怪 這個 加上8號在警上的發言 確實狀態跟飽滿的那個 飽滿度都比6號還要好很多 所以我才會去站8邊 可是8號現在發麥順序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算錯 還是你就只是覺得 汗條在這 你先從這邊發 然後就聽一下5號被發茶茶的 那個吧 發言 好人排過 5號是我茶茶 我跟大家說 我每一次哪個愚人家呢 都沒有被潤下 然後都第一天被推出去 每一次播出 我都收到非常多訊息說 小凡因為你都不生氣 我跟你講氣起來 跟你們說 我跟你們說 為什麼我一定是那個愚人家 首先呢 我在夜裡就是查驗了 5號牌是那張茶茶茶牌 你們想 剛剛發牌起人說 小凡 你是愚人家 我不敢 我不覺得你敢 發一個 五號好人排茶茶 這一句話的原話就表示 小凡 你是愚人家 因為你發到了一張茶茶 大家去想 用這個視角去想 他發言的邏輯 就是一個反邏輯 就是錯的 首先第一個了爆的地方 再來 九號牌非常有可能做成 八號牌的同伴 我剛剛在講 我剛剛 大家去回想我景上視角 我景上說 八號牌 我跟八號牌一個對眼 因為我就 我知道我越加 後面一定會有一張 原始起跳位 我是這樣盤的 因為機關軍賽 我覺得一定會有原始起跳 我也所以著重八九 兩個我都看了 九號牌是從頭到尾 不敢看我的臉 八號牌是給我一個 輕鬆的表情 現在是八號牌起跳 九號牌號票 是不是有可能 他們在夜裡操作兩個 狼上井 然後講好 八號牌跳 九號牌幫他號票 我覺得他的格式非常像 而且八號牌你還說 六五雙狼 你一個愚人家 可以發出這個視角嗎 說可能會不會是雙狼 你景輝瀏 第一驗我的茶茶 如果你真是愚人家的話 你的對跳發一個茶茶 它就是你的反向金的 不可能你還要把它 驗到你的第一景輝瀏 然後你的第二景輝瀏 還放我剛剛說 不熟悉的十號牌 我的景輝瀏 七號你說我景輝瀏 怎麼會先四呢 結果要先四 我說我衝著配置去驗 如果四號牌 它像狼牌 因為它配置很高 有可能會表出一朵花 然後有可能我表水不備信 然後四號牌大家也抓不到 假設它像狼牌 是不是就驗了 給大家一個好推出去 好知道它是一張狼牌 那如果它是一張金水牌的話 很棒 我之後去世之後 它可以幫我帶隊 我的視角是這樣 那七號牌呢 如果你是好人就不要亂 好不好 所以我剛剛講了 我先四 後十 十號是我這邊沒有玩過的牌 那你八號牌的景輝瀏 就爆了 你的發言也爆了 這樣還認不到我育人家嗎 五號茶茶 等一下呢 五號一定會講出 他的表水或怎麼樣 反正這一局我強勢要景輝 我要這個景輝 所以一定要先把八號給載了 怨家牌 過 我覺得你情緒有 但邏輯沒有 Sorry 就是八號牌 盤中我們可能是五六雙 它不是說你好像有燕仁功能 是因為呢 它在盤我們兩個可能會做操作 因為你平常可能不太敢發我茶茶 我可能就會表水 講過你或什麼的 所以他可能覺得我們兩個是認識的 那我先拍身份 我是平民台 沒有身份 那我覺得你剛剛發賣社區 你應該從那邊開始 因為我是好人 然後我會希望我聽到二號拍身份 因為這樣他才不敢穿 繩植的衣服 怕我們再發言下去 他等一下要穿一個什麼繩 繩在後面的話就慘了 但沒關係 反正就是用表水嘛 然後我最近想要玩一個 就是比較人狼合一的方式 就是我不想要騎太高的狀態或情緒 我希望像我們咪娃一樣 我們就是 冷靜冷靜的這樣講 然後希望好人可以認到 那目前好人也都先認到了嘛 票型都是投對的 那我再來講 他錦上的時候呢 六號牌就已經很緊張了 發言很吱吱吱 而且他一直在跟後面八九對話說 你們誰要跳啊 後面誰怎麼樣 你們看起來誰比較想跳 這根本是沒有必要的 你只要去盤 誰向狼誰掛像中就好 你根本沒有必要去管 誰要給你喊跳 所以這個點就已經很奇怪 再加上剛剛的點 他去踩八 說八號爆的點 就不太對 因為八號盤 不是你有驗人功能 是我們兩個認不認識 我覺得八號講的蠻完整的 然後我命牌的時候 是明二跟十二 那現在都二叉三嘛 然後十二也出去了 我覺得十二不一定是烈 他...他... 雖然他有那個 就是啊你們怎麼這樣用我 有點情緒 可是我覺得 如果他真的是烈人 好像會更走心一點 他剛剛是帶走一種 開心的感覺 但我不知道後面還會有烈 但是我覺得十二也不一定 就錯的 因為命牌覺得二跟十二蠻怪 然後我的預言家說 先五後十 也可以就是定驗一下 我的身份讓你安心 但我跟六是完全不認識的 然後還有他名牌也是啊 他說他驗人是因為上下選驗 然後他說 但是他的掛像有點重 所以他後來才要驗他 那很矛盾 你名牌... 就是你驗人跟... 你如果覺得他掛像重 你就驗他就好啦 你就不需要先上下選驗 這也是一點 就這樣 然後... 我是平民牌 我是好人 那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有認到 八號的錶水也很好 所以沒意外我就出二 因為已經沒有女物讀了嘛 那他應該大概率黑人王 所以我就把他一直留到最後就好了 我就先出二號牌 那就剩下再抓 就一直留著他 我怕他開槍 我自己是怕 反正你有茶沙牌先出二 然後我覺得七可能是好人 因為六賣給我的視角 他跟七的對話說 七啊你是好人 你就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七可能偏好一點 我是好人 過 我剛剛景象是投給八號牌的 因為我覺得 就照狀態來說 八比較有活力一點 然後六剛的發言 他有說什麼 如果九跟他汗跳的話 他會要全票出九 可是五是比較長 所以應該要先出五 但是景象我聽完六的發言 我有點想要回頭 因為我聽完一跟六的發言之後 有點想要回頭 因為的確大票型都掛在這張八身上 然後上景的人很少 所以我會覺得 狼隊有可能在景下衝票 然後六剛剛 他也有講一個點 我覺得滿合理的 是因為八怎麼會發言說 五號有可能是六的 狼發狼茶沙這件事情 所以的確 預言家的視角一定會是 五是被發茶沙 那五往後面一點盤 可是五卻在你的頂一井會流 所以就讓我覺得會不會 五跟八才是認識 然後八想要往五宴 他的狼頭慢手宴 然後到時候怎麼樣 可以帶隊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會不會 其實狼隊可能是五跟八兩張 對 然後有點想要回頭佔六 就六剛剛他的... 因為你看如果大票型 都投給了這張八號 我覺得六會放棄 就是會有點沒有那麼努力的感覺 但是六我剛剛完全感覺到 他的預言家的氣 所以我覺得有點想要回頭 那二號是八號發的茶沙牌 所以二號就身分比較高一點 七我覺得比較像沒事也的牌 而且他剛剛還有去質疑說 八為什麼會往這邊發 就是他還有去點到八號 如果他七跟八作為狼隊友的話 七不會在第一個發言 就質疑八的發賣順序 所以我覺得七可能好一點 我想要回頭佔六 五應該就是這張茶沙牌 而且五剛剛就反而一直在抓著六的一些BUG打 我覺得很像痘痘當狼 然後硬要抓那些BUG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五、八是我目前覺得不好的 那這個輪次的話可能是除五 我自己個人 對 然後三十、十一再著重聽 GO 其實我剛剛是投八 但我也有一點點想回頭 不是因為那個四號這樣子講 是因為其實我剛剛 我錦上會先投給八 是因為的確因為剛剛六號他 錦上第一個發言他真的太緊張了 然後加上他們視野裡一直忽略掉這個八 在剛剛一號在講說他覺得是九號要跳 然後八很像是不想投票說 我一直盯著八看 他基本上他就只有要跳身分 或是他是鎮喻的時候他才會上鏡 不然他平常根本就很少在上鏡了 所以他剛剛一站起來 我就知道八號要做事了 只是不知道他做的是正確的事還是肥的事這樣 那我只是因為錦上 是因為我的聽感 我覺得八號比較好 但其實他發給 加上他發給二號這個茶莎 我是有點覺得 因為抿牌的時候 我有抿到我覺得二號有一點點 就是有點掛像 所以他發二茶莎的時候 我才想說那我先上票給八 那我現在會想回頭 是因為我剛剛就是想了很多 我在想 因為其實六號他這一輪錶水還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他真的很賣力 就是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在演還這樣 這樣其實我覺得他聊得還不錯啊 然後加上八號 他講說八號有對 六號講說 六號如果你是個預言家 我覺得你不敢發五號茶莎什麼什麼 就是他在懷疑說五六會不會是雙狼 那因為加上我抿到 我覺得二號有點掛像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盤說 你二八是雙狼 我自己的 有點想回頭原新 我覺得八號會不會自己焊跳 然後他把六號這個劇本自己講出來 就是可能也是他們有打操作 就是故意狼發狼一個茶莎還怎麼樣的 我自己是有一點點 就是開始有這個微微的想回頭 但是 但是五號他這個被發茶莎 他的錶水其實 我覺得也沒有到非常差 所以其實我現在沒有 就是很鐵站邊誰 但重點是 雨婷一直給我一個姿態耶 你以前當原家姿態會這麼高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都還沒有聽到你再發言一次 所以我其實現在只是聽完六號這一輪的錶水 我有一點點想要微回頭 雖然我是的確是有點矛盾 你們可能後面的人會因此而裁我還怎麼樣 但我就是要表明自己的立場 我先聊一下八號的 因為我的視野 六一定是預言家嘛 所以我要跟你們講一下 八號的視野為什麼不對 從他的警徽流 他發了二茶莎 他認為錦上的九是個好人 所以錦上只有六一張狼人牌 他覺得一天好 那錦上只有一張狼人牌 錦下要有三張狼人牌 那狼大... 因為他已經發了一個茶莎 所以狼大概率會去衝票 可是他的錦輝流是先打五再打十 五是被六發的茶莎 五一定會上票給八 所以在八如果是真預言家的視角 錦下要有大量出狼 他一定是要給 其他未知身分的牌壓力 錦輝流一定不可能留在五這張牌上 因為五是一定會上票給八的 因為五接了六的茶莎 所以他錦輝流先打了五 他就不能是那張預言家的視角 然後我覺得小白 我覺得你九號可能打錯了 因為八跟九的對話 感覺是想要拉九 因為九號... 因為你六號對九景象的敵意太重了 你一直覺得九是要跟你汗跳的 所以你打錯了它 所以它自然會對你很反感 然後八號跟九的對話 是他覺得九號是一張好人牌 然後九號就是要去站八的邊 但是我覺得他跟你對話 我覺得你不太像是一張好人牌 我覺得你要仔細聽我跟五號的發言 因為我底牌是一張平民牌 我先抱我的平民牌 因為六才是真預言家 因為他以為你是汗跳 所以手先... 手自會先打了你 因為你要想 如果他是一個汗跳 你底牌是好人牌 八如果是個預言家 六在那個位置 直接把你們八九插殺 他沒有必要跟... 他沒有必要說 我覺得八不會是那張 要跟我起跳的牌 八感覺是想要躲投票的牌 就是他如果是個狼 他不會這樣... 就是有這個視野說 八要是躲投票的那張牌 就是他一定會覺得八九 你們一定要出預言家 如果八是預言家 那六怎麼辦 所以六跟八的那個對話 六就只能是預言家 然後我覺得景夏想回頭的牌 都像好人牌 為什麼 因為一號女巫牌走了 狼隊是很有優勢的 所以狼隊都已經衝票了 這時候景夏說想回頭的牌 我覺得 所以三四在我的視野都滿好的 然後五是一張狼人牌 八漢跳 七是... 前面應該算是 三四五六都算 保過這張七號牌吧 七的八言 我覺得聽起來 聽感算好 但是八言的內容 我覺得還好 但是聽感算好 聽感算好 所以我的狼坑會很著重 在十、十一這兩個位置 你們上了匪票 但我因為還沒聽到你們發言 我不知道十二號牌 是什麼走的 如果十二號牌 是一張狼人牌走的 你們十、十一只開一狼 如果十二號牌 是一張好人牌走的話 你們十、十一可能要開雙狼 前提是我覺得九號牌 應該是那張好人牌 六號牌打錯了 你們導師跟冠軍選人 先給你們拍拍手 表姐表得真好耶 就是... 我跟你講我剛剛是站八邊 到五表完水之後我回頭了 因為我覺得五的表水非常好 他拍一個平民 還去你、痘痘、何子妍 我站八邊啊 什麼意思 對 那我講錯了 什麼意思 反正你們懂 我本來站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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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對不起 重來 我本來站八邊 聽到六的表水 它那個曲出來 我有點想回頭了 但是聽到五的 因為你發他查殺嘛 我聽到五的表水 我又回來發這邊了 因為我覺得五他那個 他那個身分 他今天要是狼 他還說 他第一個說十二號 不一定是一個獵人走的 我覺得這一句話 很像一個好人視角 才會講出來的一句話 如果他今天已經是狼了 除非他知道他是狼 他這麼心機講這句話 可是如果他已經是狼了 他真的是真獵人 哇 他隨便亂看 他有個身分 再扎一個神出來就好了 可是痘痘今天是我拍平民 我今天Peace 然後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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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他講六的點 我覺得 我認為都在點上 我跟艾莉對話來講 因為艾莉是聽完五之後回頭 我認為有打在點上 所以那時候痘痘講完 我又鐵站在那邊 但是二號講完之後 My God 又回到一個 我覺得你們 首先 我站到八邊 唯一有一個 一個有一點不確定感 是因為 那時候六發五叉叉 舞的臉是平靜的 可是八發二叉叉 二笑了一下 因為我們都知道 Miwa是一個人狼統一的人 他被發什麼 他都沒表情 可是他今天被八號發叉叉 他笑了 這個東西讓我 會影響到我的一點點抉擇 但我最後 我最後還是選擇相信了 八號 因為他表得比較完整 我還是想說 不要我不要用這個什麼臉的表情 不要用這個狀態 我又回來八 但是因為今天真的五跟二 我覺得從六到五跟二 這邊都錶水錶得太好了 我現在目前為止站回六邊 因為現在 站回六邊 你真的嗎 因為那個錶水錶的 真的嗎 真的好棒 但是還有一次機會 因為我覺得我的站邊 一直因為你們這些茶莎牌 這些茶莎平民牌 反正我們今天 就是出你們五跟二 輪次只能定在五跟二 不能定在六跟八 因為他們高級出黑狼王 黑狼王一定是直接 帶對跳的預言家走 如果今天十二是真獵人的話 他們趕快結束 所以我們今天要保險 就是往二跟五去投 你姓六 我們今天 姓六就投五 好不好 姓八就投二這樣子 但目前 因為我覺得剛剛那個咪娃 我跟你講 我們大家都說咪娃前面很紅 就是狼嘛 牠剛剛紅到不行 但是我尊重你的錶水 你錶水錶得太好了 我忽略你那個什麼紅 我不管了 你講得真好 而且牠的 牠是每個都點到位 狼的 坑位一個都沒有算錯 牠一個都沒有算錯 牠說這邊十根是一開幾個 除非怎樣怎樣 除非是怎樣怎樣 一個都沒有算錯耶 這個精準到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是狼的話 我也很願意 表揚你 所以目前我聽完 咪娃的錶水 我是站在咪娃這邊的 我是站在六號育人家這邊的 那沒關係 反正後面 因為我覺得兩邊嘛 其實兩邊都 如果今天六是 六是真獵的話 那五八九大距離 五定狼嘛 八九 八和跳 九大距離 和那個號票的 如果八肩是狼的話 那就是二六定的 然後可能龍 這些三四那邊可能龍 因為突然回頭了 所以反正目前我還沒能 聽完八確定我最後的戰兵 因為大家都表現太好了 所以那就著重聽一下 九跟十跟八了 那我覺得七四 大家都賣給我的好人視角 對 我唯一想保下的是這個七 過 我是站六邊 我剛剛會上票給八 是因為 就是單純是因為 笑什麼 幹屁事 幹屁事 我剛剛上票給八 是因為六就是 起身的時候講錯號 然後再加上 再加上我又覺得 覺得六在發言的時候 好像是有吃一號口水 就是接著一號的東西 講一樣的東西 講一下我都要講 好 我才是真烈 然後 所以代表小賴 有可能是狼王嗎 然後五號 五號是茶沙 小賴剛剛是上票給八號的 所以八號 就是那一支漢跳 然後六號才是真煜 然後五號是 五號是六號的茶沙 所以現在狼 確定的是 五號茶沙 十二號是假跳獵人的 小賴 然後八號是漢跳的那個 狼 所以十二號五號八號 三個已經是定狼了 那剩下一個 剩下一個 就是 我覺得是十一跟九七 這種一個 因為剛剛 從 從研修開始 他就 他就說他要回頭了嘛 然後 四號開始 也說要回頭 然後保了七號 然後一路 一路到二號其實都在保七號 所以 我覺得剩下一隻狼 十一跟九其中一個 十二號五號八號已經是定狼了 那 我們出 因為後面只剩下九號跟八號發言嘛 所以代表後面有兩個都 等一下可能兩個都是狼的發言 那我先 等一下投 投 投 投五號是不是 歸五 我先歸五 因為後面兩個可能都是狼 我先歸五 過 這把一定是 二跟五的原刺 因為 六跟八裡面 不知道會不會有狼 因為我看到票型 其實我是滿想回頭的 因為我看到票型 因為這樣的票型 我自己認為六跟八 在井上 雖然我井上占八片 但是我覺得大概是 八十分跟可能六十分 就沒有差到那麼多 但是幾乎是全票是 灌在八身上 那這個 有一個 有一個東西就是 可能八是那樣小狼 然後或是說 我覺得這都是有可能的 其實我 我剛剛還想說 五十分那張獵人牌 因為 痘痘其實在拿狼的時候 他的錶水 會有一點點的表演性質 所以我在想說 你一開始的那一個 對六號的對話 還有你後面有說 我想要把自己的狀態壓低一點 我不知道那個算是 好人的發言 還是一個狼比較填充式的發言 然後你最後 然後點到十二號的時候 其實我跟十一號的看法 是比較不一樣的 其實那個東西讓我有一點 認為 因為我自己覺得十二號 挺像獵人牌的 但是五號那個發言 會讓我覺得 五是不是獵人牌 或是他有什麼視角 所以我一直在 想那句話 然後二的錶水又真的很好 但是因為六的 第二輪的錶水 因為大家都說他很好 但是我其實覺得 在我的視角而言 我覺得六還是有一點怪 就是 他想 他有一句說 我記得偉話說 他想要驗四號 可是 你把我打成狼人了 而且現在又沒有女巫 我認為你一個 如果是一個正義人家的視角 你應該會說 反正二是查殺 那八是對挑 九是狼 那就女巫就把 就是我就吃毒 可是因為已經沒有女巫了 但我覺得你應該會想要驗我 但是你會確實 你就是打我打一打打一打 然後就 就說你想要驗四號 然後二號也保我 結果我自己會有一點 有一點毛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視角 或是在摸我的頭 但你們知道摸頭誰就會摸頭嗎 誰 是蘿拉 這個好酷 謝謝 滿酷的 對 賽克也會摸 謝謝 那因為看到票型 然後再加上二號的標稅 我目前有可能 會想要站我六邊 但是我認為八 這樣子的話 八有可能會是那張 到底是不是狼槍啊 因為這個票型好奇怪 這個票型真的很奇怪 我在聽八號的標稅好不好 我在聽八號的標稅 好 就這樣過了 這個票型很奇怪 好等一下 小凡可以騎狀態 那我就也騎狀態 反正大家來騎 要騎大家來騎 這個票型就是因為可能 警下的狼也認為說 可能小凡他的隊友的狀態 就是太緊張或是什麼 所以全部選擇倒購 不一定這個票型 就代表我一定做不成真譽吧 然後你們警上全部都上票給我 警下全部回投 什麼意思 從四號那邊開始回投 然後我現在第一警輝流 我不想要厭五了 因為我聽完五號發言 我覺得他跟六號應該是 不認識的牌 那七號排除 因為你們所有人都告訴我 七號是好人 所以我覺得 我講一下二號牌好了 二號牌確實飆水非常好 可是他聊說什麼 我警上做不成預言家 聊爆的點是什麼 我警輝流怎麼會這樣打 那在我的視角裡面有 一號然後六號八號九號上警 那我認為一號在那個位置發言 他沒有做什麼操作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比較像偏好的牌 那六號在我前智慧發言 他在我視角中是我的汗跳 他一直很重很全力的去攻擊九號 所以我覺得九號出坑 那我兩張牌 那你們說什麼 我打五號會少一張票 因為五號一定是會上票給我嘛 那我一個真原價的心態沒有 我不該去懷疑五號這張牌嗎 就是我如果很輕鬆的放掉五號 那不是更奇怪嗎 然後十號 你拍獵人我不知道你剛剛在講什麼 然後 因為十二號他有可能是狼走的 他也有可能是平民擋刀走的 他不一定是鐵狼 而且也不一定他是站我的邊 你認為他是汗跳你獵人的身分 他是站我的邊 那我就是狼 因為他有他的想法 就是你自己要去考慮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我現在緊會流 九號還是覺得偏好 十一號 十一號 我不知道耶 可是我想要先從比較衝鋒的去驗吧 對 我覺得我想先從三四那邊驗 因為我覺得三四都有一隻要刻意的營造 十二號是一個狼走 是有可能是狼走的這樣 我先 四 後 三 然後我要緊歸二 我是真獄人家 過 請大家進行投票 好難 三二二 一請投票 走 好,沒關係 我先講一下 因為八號跟我... 他剛剛跟我對話說 我打他的警匯流 說流到二 如果他是個... 預言加心態才會流到二 是個狼 為什麼要流到二 前提是如果五是被六發了精髓 所以你去懷疑這張五 就是警匯流得到五 我覺得那就是... 就是正常的預言加視角 可是五是被六發的叉殺 所以其實被八叉殺 一般都會直接當膽像精 不可能警匯流第一驗流到六 流到五 而且五號你也可以聽他的 發言的錶水 所以沒必要第一 第一警匯流流到五 而且五被六發的叉殺 他警匯是一定要排身分的 所以你就更沒有必要流到五了 這是八沒有預言加視角的點 十跳的槍 十一的錶水 他如果是個狼會一直反佈說 要回頭又要回頭又要回頭嗎 我已經會這麼做作嗎 我真的不知道耶 因為他那個回頭已經講... 他已經回了大概五、六次了 所以我到後來他最後的結尾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回頭 是要回哪一邊 對,所以我覺得十一號 如果他沒有這麼... 沒有到這麼做作的話 十一號如果四張好人排 十是槍的話 那九就是那個狼 我一開始沒有把九放進狼 可能是因為我認為八警匠 跟九的對話 我認為九是一張被摸頭的好人 所以我排你們十、十一 可能要開狼 如果九是那個狼 就是五、八、九嘛 還有一張 三或是十二 對吧 因為十二其實... 因為你拍了槍 你說... 因為他要站八邊 他確實很像那個... 那個衝鋒的那一張狼 因為他... 可是他跳一桿... 因為已經女巫走了 他跳一桿槍 其實也有可能是好人在... 所以我不確定 因為十二號也可能是站錯邊的 所以我不確定 對,反正就是三跟十二開最後一個 應該是這樣 我拚命拍走的 魔術師不要去換到六的錦輝流 先四再十 魔術師不要換到六、四、十 這三張牌就好了 我底牌是平民 然後我的狼可能是五、八、九 然後三十二出最後一個 就是你們著重聽這張三 然後明明一定要出五 因為八不會倒牌 過了 天黑是十一天 天亮是十一夜 左、軌、四、踏、躺、背、殺、死 十九、七、四、五、八、九 警長決定頸左、頸右 九號 開門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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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開 PJ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